一出现在我们几个评委面前的时候 大家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震撼 哇 这作品冲击力太强了 所以大家当时一致认为说 那么最大的一等金仰非他莫属 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也是这样定的 但是后来稍微有点变化 就觉得说这幅作品和我们这次摄影比赛的宗旨 也就是健康营养的宗旨是不是match 是不是相吻合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营养日 因为在谢尔敦盘搞了一次很大的活动 要在现场展出 在展出的现场 这样一张比较充满了血腥的作品 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负面的影响 所以综合考量之后呢 大家还是忍痛割爱 把这篇作品收起来了 敢用了另外一张作品 当然那才就谈不上是最冲击眼球的大奖了 当时呢 这个做了决定之后呢 就是我们国际营养师 国际营养师公会的全球副总裁 托马斯先生呢 给我通了个电话 半夜十一点钟 这主要是我们托马斯 是像老人家那个工作习惯一样 半夜工作到早晨 所以说问我 说这张作品你们评委当中又把它换了 我确实是换了 我把这个来龙气脉 就是考虑到展出效果 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等等等等 我们换了一张更漂亮一点的 所谓的双鹤图 就看出来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呢 因为我这个戴着杂志啊 我们曾经登过这个 这张照片呢很漂亮 也当然作为一次声音比赛的金奖 这也确实是无愧 这张照片确实很漂亮 你如果是放到电视屏幕上看 哪怕是放到大屏幕上看呢 这都不是一张好作品 确实是很漂亮 但是托马斯跟我讲 他说你那一张那个就是 在最后的部落那一张照片呢 它好在哪儿 我就告诉了 这张作品呢 它的人文价值 它的新闻即时性 它的整体的艺术造诣 我说这是无欲伦比的 只是不太适合于我们这次摄影比赛 或者是展出 托马斯说 既然是一张好照片 那我们不应该把它埋没了 说你让我想一想 一分钟之后告诉我 我们可不可以设立一个单的新的奖项 叫什么呢 就叫华夏中心主席特别奖 因为托马斯先生呢 他不仅仅是这个国际营养注册工会的设计师 或者营养师注册工会的全球副总裁 他同时还是华夏中心的主席 那么就是以华夏中心主席的名义设立一个特别奖 等同于一等金仰 他说这个奖金我个人出 我当时确实说实话很感动 我说有托马斯对这张作品赏识 也是对我们五位评委的一种肯定 那这一点当然是对的 我们过去呢 经常讲一句什么话呢 说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 我觉得我们这张作品 从始末最后呢拿到了这个特殊奖 那么和托马斯有最直接的关系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建议大家给托马斯一个热烈的掌声 一会儿呢 请托马斯还再讲两句 我所说的就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从获奖了 换下来了 又重新被发掘出来了 这一个简单的小过程 还有这里边还有一个差距什么呢 因为是有这么一个反复复复的曲折 所以当时呢 就在国家影响日的发奖大会上呢 应该有一个一个项目就是整体的这个摄影比赛 摄影公开赛发奖之后呢 由托马斯先生呢 为王建南先生单独颁奖 就颁发这个什么呢 华夏中心主席特别奖 因为这是这是单独设立的 而且是新设立的一个奖 但是由于现场的那个执行总 就是做总理吧 他觉得不能太多了 因为后面还有好多这个专家的讲座 他给合并了 弄到一块儿发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吧 这样这个奖项就有点不那么突出了 就是埋到一起了 就相当于一个大合影 你看不出来张三李四王五 没有他的特殊性 所以呢 当时和太阳秘书长商量一下 说既然你们之后呢 那个国家演讲日之后 还有一个后续的一个比赛 就是也是一个演讲比赛 和国家演讲日之后 当时大会上没有时间讲的 然后还有一个 那么我说就在这个比赛之后 在华夏中心单独颁一个奖 颁完了奖之后 那我们既然已经坐到这儿了 我就写了一条400字的小消息 然后呢 在我们报社上 就是我这本杂志 因为我也是这本传奇杂志的 尽管现在好像很多人 这已经快两年了 还对他还并不熟悉 可见这个知名度也不是很大 但毕竟我发了 而且发在我们网站上 问题就是这篇稿子之后呢 被新华社的编辑发现了 并且放在了新华社的指顶推荐上 这一推荐不得了 我知道是大概四点 就是我们的清晨了 相当于他们的傍晚 四点五十几 就是五点钟 新华社已经转发了 那么到七点钟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人给我 我还没起床呢 给我发微信告诉我说 你这篇报道被新华社推荐之后呢 在两个小时之内 现在浏览量已经达到了十一万 我当时迷了迷糊的 赶快洗了脸吃了饭 这时候九点钟再一看 已经是二十二万了 到了中午突破四十万 几天之后浏览量超过一百万 应该说我从事一辈子的新闻了 从来没见过这大的架势 在国内可以讲 什么新闻各地方 中央各种奖 我也获过 拿过 当时什么感觉没有 我反而觉得 我这篇微不足道的小报道 居然这个样子呢 确实有一种很满足感 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 一个是作品十分震撼 另外这个是大家关心 这不是说你推荐 新华社推荐大家就去看 比如说新华社在这之前 七个月之前 一条直顶推荐的文章 浏览量六十七万 这已经是破纪录了 就是前一个纪录是六十七万 推荐了七个月之后 但是我们这条小消息 四天五天突破一百万 我现在没查 估计又涨了几万应该是 所以说这样一篇报道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这么多人关注呢 一个是作品 确实是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另外呢 就反映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社会现实 就是说所谓的最后游牧 这些个北极圈内的土著居民 他们的生活现状 他们的一些几千年来 上千年来几百年来 形成的这样一种生活习惯 是不是健康的 是不是能够健康发展的 而且这是一种饮食文化 我们来怎么能这样看待和对待 他们这种文化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 来对待和理解他们这种文化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应该引起深思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我不多说 请王健兰呢 给大家讲解 大家看完了之后呢 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提出来 那么王健兰先生呢 会给大家做你满意的